可是施老师党主席朱立伦 为什么他就不敢开业绩 不敢开啊 我还是先讲一下就好了 就是说因为自从习五条以来 芒果干 王国论 抗中保台 韩内投票 我看就是这样子的 一路无止 就是到下一次选总统 那当然KPI 我如果我那天跟韦翰在一起 我说如果台北跟台中 没有输掉就平盘 还有话说 因为你说他刚上台没多久 朱主席 那如果输掉一个 就是一定是要下台的 那如果有其他的地方 小营的时候呢 有没有可能台北 桃园 台南呢 有没有可能 你知道这是一个加码的 外溢效应 那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出外溢效应 要由哪里来 OK 那还不用讲说 这个蓝绿以外 还有一个白在这边 KPI在这边 就是在那边等 其实我们知道 他们现在地方党部 都一直在慢慢在成立 其实地方的议员都在跳船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那个会有影响 会影响士气 我说难道没有议题吗 我其实各地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 因为你执政党 对不对 难免都有 我就讲一个 旷业法跟雅尼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扭扭曲曲 你知道说不成千 一定有太多的 立法院里面可以找 那另外一个是分工的部分 我讲民进党基本上是 百工百业 然后你有限去找这个 比如说立委 立委再去跟部会首长讲 我们说我们云林的猪农好了 以前还有蔡正元立委 对不对 那你现在找谁呢 你不管找刘建国 然后找这个阿诺 你就是你要去跟他投靠 对不对 难道我们没有不分区 可以做区域的这样子呢 那我回头再讲说 如果一个 一个卖一个产品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产品嘛 那一个是行销系统嘛 派系 然后一个是包装嘛 那包装好像我们也比较弱嘛 因为我们没有1450 没有执政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领导者呢 我觉得领导者是很重要的啦 因为毕竟过去 你知道李总统的时候 过去还有一点余威 马总统的时候 他还有一点魅力 坦白说 但是他现在租屋主席就温温的 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领导力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他个人领导力 其实还好 但是你看刘备 旁边自找一个张良 韩信嘛 对不对 萧何嘛 对不对 他在哪边呢 好像旁边没有人 你知道吗 他也不太想讲话 旁边的人我们都不认识 在讲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 你叫媒体朋友 要如何来写 帮他写好话呢 可是因为朱立伦 他讲到KPI 就是在一些民生议题 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说到这 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 其实反核实公投 是通过的耶 当时有779万人 是反对日本的核实进口 但是呢 朱立伦所谓的跟人民站在一起 怎么会是在1月14号的时候 低调的发布了新闻稿 而且他是丢在记者群组里头 那没有署名 所以让赵浩康先生 勃然大怒 他很怒 他说是怎么样 国民党的核实政策 突然之间大转弯吗 而且是谁的决策 又是小圈圈决策吗 好这整个过程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晓得这整个过程是什么 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 什么过程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新闻稿 应该就是文传内发出来的新闻稿 才会丢在记者圈里面 那你说有没有庶名 上面是国民党三个字 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定是朱立伦嘛 你朱立伦说我不晓得 那对不起也是你的事 你说这个林涛说我不晓得 那其实也是你的事 为什么 你这管控好了怎么出现这样的新闻稿 出现这个新闻稿 其实是我愿意再提示的 就是说这是朱立伦上台以后第二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输了以后 没有出来安护大家 然后找了文传内的主委出来讲话 又讲错话 好像说跟江启臣的江朝切割 跟我朱朝无关 这当然会激怒大家 那现在这个新闻稿 这新闻稿其实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国民党同意日本核实进口到台湾 那奇怪了 核实你国民党反了几年了 那怎么突然一个国民党的新闻稿 就360度的向后转 这个真的是百事不解 所以赵超纲之怒合情合理 赵超纲要朱立伦讲清楚 也是理所当然 因为赵超纲讲的不是不可以改变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一个改变的理由 改变的决策过程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是有更重大的考虑 那因为这些都没有解释 最后结果是什么 外面就纷纷传言 哎呀朱立伦想到日本去访问 如果没有这么表示一下 日本大概不拒绝他的访问 后去还会跟他什么 给他难看 所以他必须要拿这个新闻稿 来呼噜日本人 可以这样操作吗 政治可以这样运作吗 政党可以这样处理一个 基本立场的问题吗 所以我是觉得朱立伦现在 要先把自己稳定下来 从他刚才回答记者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跟民众站在一起 这种答回所问 也是很大的失策 因为这种第一个 上不了大标题 不会有效果 但是会上网路媒体 整天被嘲笑 这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人设 像朱立伦这种人设 是经不起这样的嘲笑的 所以整个来讲 朱立伦现在可能还没有回审 还没有从前一波的震探里面 比如说他可能没有觉得说 哎呀这个选举 这个霸场失败 那个严寡人选举失败 我没有出来好像也没什么了不得了 判断错误 接下来领导讲话错误 简直就是压垮他了 那他可能到目前为止 心情还没有很符定 所以我现在只是拜托 公开的拜托 朱主席一定要先沉着一下 静下心来 后面还有很多仗要打 很多仗他必须站在前面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哎呀蓝玉恶斗 那我就不跟他斗 这不是办法 因为你不跟人家斗 人家找你斗 是啊 那所以你要去应对 这些所有复杂的问题 尤其是日本核死 民进党搞什么发样呢 搞说那不是核死 那是福死 福气的福 哇这个简直是在 又要创造新的标签 那他理由是说 这是福岛区域的核死品 我们就不要讲核死品 讲福死品 所以整体来讲 国民党发那个新闻稿 是糟透了 那现在后来想要弥补 我不否认 这个损害控管 做的有做 但是没有做的很成功 不够 还不够 绝对不够 那你这个消息出来 你请问你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或者尤其是部分区立委 是要为你这个议题而战 还是不为你这个议题而战 还是说立法院 有人为这个议题而战 然后这个县市首长 每个人都无所谓 就是哎呀 这个尊重人民的选择 扶死也好 核死也好 反正我现在选举 就要争取中间选民 我不要去在任何议题 陷入讨论 这个就是国民党在运作 跟民党最大的差别 民进党他懂得 抓住一个议题 然后去找出这个议题 你的盟友 把盟友变支持者 国民党是说 哎呀我这个议题 我尽量不要去碰它 我就不会去损失 我的基础票 我还可以用笑脸跟服务 去讨好中间选民 然后即使像那个藻礁公投 藻礁公投 本来就是环保议题 国民党可以通过藻礁公投 去创造国际性的支持度 可以创造国内环保的盟友 因为环保团体跟国民党 没有什么关系嘛 那这个如果创造出来的话 那国民党等于会增加了 支持者的这个力量 就不是国民党中途抛弃他 那不是我国民党提的 对不对 那你不是打脸人家吗 好像这些人是热脸贴你国民党的冷屁股 所以这些态度 这些都要仔细的去讨论 说朱立伦现在只剩下一条路 从今天开始 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站在第一线 站在第一线 你每一次讲话都要讲得很好 有所准备 然后能够成为新闻媒体的大标题 也只有你有这种分量 媒体愿意报 但如果你讲了媒体不愿意报 那就表示说你这样的一个规划失败 所以你这样代表带领了 所有的县市长候选人 跟议员候选人冲锋陷阵 才有一丝丝赢的机会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现在民调 蒋万安好像还赢陈时中 一副这个很心理安定 错了 不要忘记 台湾的政治人物的声望调查 陈时中排第几 你第一个问这个问题 第二个 蒋万安有没有在名单里面 没有 所以光看这个差距就知道 你的基本盘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所以不能光看 哎呀我就是民调问一问 选下去就知道输赢 但是你也不要说 哎呀活有余 七成的这个社会声望 他的票会有七成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今天敢大胆议员 他的票比上次选举会少很多 这是结构使然 结构使然 那结构使然 他要靠他现在的服务 是可以稳住阵脚 但是说你会有成长的空间 我不相信 好那不过呢 说到了这个朱立兰光 是对于何时的态度 很多人想说 怎么突然之间大转弯了 因为他的说法是说 如果这个日本的这个 何时是有兼顾到安全的话呢 国民党呢也会同意 不过后来呢 这个发酵了之后 朱立伦呢感觉又转了 他又转回来了 他说国民党对任何 有可能伤害国人健康的 一丝一毫 绝对百分百的反对 一定和全民站在一起 那我要先说朱立伦 这个在这个部分 摇摇摆摆是怎么回事 那就连徐晓鑫也在讲 他说过去国民党 曾经提公投反辅导食品 不能够两年之后 没有任何论述 怎么就突然大转弯 而且他说现在转回来是好事 关键是一转再转 接下来是要怎么选 伟翰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前一阵子12月18 就是上个月 刚刚快要满一个月了 才刚进行所谓四大公投 就是反萊猪公投 那反萊猪公投是对于 政府开放 韩萊际猪肉到台湾这件事情 不满意 投下不信任票 那请问当时蔡总统 在2019年8月28 他宣布 韩萊际猪肉可以进口台湾的时候 有经过你我的同意吗 没有啊 这样大家同意是吗 所以现在在谈这个辅导 周边五线式食品 或者讲核食 或者讲福食这个事情 那是行政院 一念之间说过就过了 行政命令 快要过年 对啊 说不定下礼拜就宣布了 等下我们讲说 行政院开记者会了 就宣布了 就是用科学标准 就过了 而且照理一讲 如果大家 因为这两年 大家都关心COVID-19的议题 其实原本我所知道的 完美的时间表 是去年311 因为去年2021年的3月11 是福岛核灾发生10年 因为是2011年3月11 对不对 所以其实10年了 可以了 台智友好 从萊猪事件 你看到什么东西 明明台湾有68%的人 不要吃含萊寄的猪肉 你害怕 但是反萊猪变成反美猪 反美猪变成反美 台湾有更多人说 那我不要反美 所以他就没有去投票了 他也没有来投说 我四个不同意 就跟着明星这样投 但他没有投票了 对 所以那样子的吹哭拉朽 我刚刚老师讲了 从2019年以后 整个民意都 整个只要牵涉到两岸的中心 你就在投票上面 行为上面 你会整个一面倒 那现在这个事情 没有要投票 日本的福岛周边五线市 栗木千叶刺成 好 跟这个福岛 还有群马 这五个县市的 他的农鱼产品 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台湾离日本近 我们会吃到日本的鱼 美国欧洲不会 那动鱼他不需要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成本 所以鱼 他的可能被污染的 那个状况比较严重 所以你看韩国 他就可以买你的农产品 米跟蔬菜OK 鱼他就不要了 那中国大陆跟台湾 现在目前最后有两个 那讲说不行 如果没有CPTPP 韩国也提出要加入CPTP 中国大陆比我们 还要早一个礼拜提出 他们有拿这个句话吗 说我们开放了 这个福岛的福石 福福祉区 好棒哦 福毕竟在中国字当中 是有好的意思 福到 过年他贴个福嘛 硬要扯成福石 也太矫枉过程太矫情了 刚才说这好 这好迷啊 哪个日本那里好到 该还给福石一个公道了 最近这几年 我看到好多 有人写这样的文章 该给福石 是要多公道 我们当然可以有贸易 但是可不可以标示清楚 所以我才讲了 以萊豬看这个啦 这个其实是个很浅显的连结 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同不同意 我只是说 以我现在目前在看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国民党党或不党 党不了 他就是一直行政命令 他就给你过了 福石必然 福岛周边五线式食品 必然会进口台湾 先讲必然 但是这个必然 他也要申请 我后裔还是要设日啊 我还是要我的动作 OK 所以国民党要想清楚 巧心讲了就说 你现在党创造到底是什么态度 你是要维持 2018年当国民党的前副主席 郝龙斌提出 反对福岛周边五线式的食品 结果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来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这一次的四大公投案 不同意多于同意 是420万对390嘛 对不对 这魔鬼嘛 你知道那个 反核实公投 我问一下千惠 千惠可能 你就丢给我就好 你知道反核实公投 有多少人投票 投说我赞成反核实 我不要核实吗 不知道 有779万 不要核实779万嘛 对就是我反对核实的人 有779万 将近800万 779万就只有700倍 780万人说我不要核实 你现在突然传过水闻 两年过了 大家各自回岗位去吧 确实也不对 但是国民党现在的态度 他跟我的论述 其实原本的 那个联合报的那个特稿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既然党无数 那我们就要求 一定要国人健康标示清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让知道 你的党里面 有没有人其他意见 当时推出的 我就问一句 这个我不知道答案 过两天如果有机会遇到 我再来问 好龙斌这个前副主席 朱主席或者是朱立伦党中央 要告诉媒体 这个所谓的背景说明 只要 大家有看到那个新闻吗 联合报的那一篇 有没有 他也不是随便写的 他就已经直接告诉你在 1月14号的晚上的时候 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国民党是谁 日本能保证食安 我们摄影厂 帮我拍一下 对 你看 礼拜五的晚上都出现了 这里这里这里 标题标题 不是拍照片 你看 他已经是国民党告诉你 能够保证食安 就不反对嘛 难道一个记者会莫名其妙 自己得到这个结论吗 一定是有得到高层的确认 我今天当一个记者 而且我相信 郑云哥可能认识 这个周志豪 这是跑国民党的记者 对啊 很资深 那他问谁了 他现在也没有出来戳破啦 不然他可以直接出来讲说 谁告诉我的 对不对 谁传给我这个讯息的 好那所以 其实如果朱鲁伦觉得说 这样子 基本上是对国民党比较好 不要再伤一次 那也OK 你论述一下 你问一下好龙兵意见嘛 对啊 那你现在跑出来讲说没有了 那刚刚郑云哥讲的是重点嘛 外面太好打你 洪师傅公里中路了 啊你是不是要去访美 对 你要去访美 是不是要过境日本 对 你过境日本是不是用这个东西 来给日本人当办手礼 说我们国民党也不反对 你随时可以把日本扶到 你不是又整个Q了 刚刚讲说两次错误 第三次错误马上要出来 那你怎么领导 你到时候就会很伤 最近很多的网友都以为说 我每天都在检讨朱立伦 就说在 好像朱立伦专业户 我跟大家在我们大包括 再次郑重的澄清一次 我跟朱立伦是认识很久的 老朋友了啦 但是就是论是 有什么地方可能做的不是那么 我们还是得提 那论述要步步为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大逆风 你已经是 密悬一线最后一战了 难道你还可以随便挥霍吗 你给他出十块呢 你要压大还是压小 想一下好不好 已经输到剩十块 你成为一个筹码了 今年年底再败的话就没有了 不是朱立伦没有了 是国民党2020也不用选了 派谁出来都不会赢 当然他可以推人 就不用想了 过过场就好了 反正再怎么开 你就是不会赢的状况之下 那没有存在感染在野党 有什么用呢 所以民众如果希望你 我有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当新闻业 我跟千惠我们是老同事 有人常常讲说 你们新闻为什么做什么 三 收视率是这样 然后什么情侣站在路边 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呼巴掌 收视率是这样 然后鸡排没有切 排骨不要剁的 收视率是这样 那国际新闻呢 是这样 那你久了以后 他就要做三期新闻 懂吗 所以重点这个 当台湾的民众 对于反萊豬 我也不去投啊 你说何时 哎呀好了啦 国民党 民众根本都不在乎的时候 你要敲国民党去挡什么 挡个欧脸啦 我见国民党说 我们反对反对反对到后面 对啦 这个就是反日党嘛 反美党 反日党 清中党 田中党 不要投给他 然后到底是努力什么 所以在党党主席也是难为 我今天也不是帮朱立伦讲话 可是你要想清楚 怎么调和denyine 朱立伦不会不懂 他在政坛答了这么久 但是最近好像遇到乱流 突然失去失能 就暂时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要不要开这个记者会 我会不会讲这个话 对我就讲嘛 郝农斌提的这个反核实公投 779万人 说我不要核实 你也跟郝农斌讨论一下 你跟郝农斌两个人一起出来 讲说我们现在态度是怎么样 郝农斌也同意 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 那如果没有的话 赶快调整一下 其实墙已经做好了 可是这里没有平 稍微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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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力一下 这样子比较好 对这怎么会这样出力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慌了 傻了 然后这才只是核实 那接下来如果很多议题 就像巧心讲的 如果他都是这样子反反复复 那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我们也不谈风格 他的个性跟训练 但是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 说第一个跟媒体的接触 要特别小心 那如果你不方便的时候 至少要找个老臣吧 你知道那种 百毒不清的一个来处理 你不要来找一个小朋友 然后你自己出来清理战场 我看你绝对受伤的 第二个就是说朝野政党的分寸 因为你是在野党 甚至是最大的在野党 就反对党对不对 你应该要帮扮演跟政府黑白脸 那让谈判有众生 OK你干嘛去好像在附和的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说 其实老百姓跟支持者那个观感 我知道当然 朱主席选总统 当然是担心戴个帽子是反美 对不对 那日本这一块何时 应该是更清楚才对 我是觉得他不应该 好像就是在那边游异半天的样子 好OK 好我也这样认为说 其实你知道 他有他的任务 但是一般党内人 大概就是冷眼旁观 你要如何广洁善言 甚至就是说跟你比较不好的人 你又没办法想办法去 怎么样跟他和解等等呢 其实我会建议也就是说 是不是你就找三个人 你认为是指标股 我觉得张亚中比较难 因为他真的是 把他帽子戴得太重了一点点 比如说韩市长也好 王院长也好 就找三个人 有代表性的 至少三公 对不对 站在你后面来帮你背书 你光是找马总统是不够 因为马总统是你的老长官 你让人家觉得 好像有那种 那种好像广洁善言 然后大家愿意去整合这个样子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的感觉 他好像认为说 接下来就是我就是大阿哥 我就是接班人 我只要不出事以后 就可以出来选了 我跟你讲 那个皇帝那个位置 不会自动掉下来给你的 已经讲得这么明白了 可是我看到 其实在民党 最近很多人 也针对朱立仁在讲话 包括了这件事情 是钟嘉宾 钟嘉宾骂赵少康先生 说赵少康的战斗篮 现在仿佛成了深篮的党中央 他说这可是对国民党的转型 是否构成了阻碍 国民党要去注意 那么王定宇委员呢 就说一人决策 因人设事摇摆不定 不敢负责 就是朱立仑在处理 开放日本辅导食品上 再次呈现这样的风格 赵少康一骂朱立仑马上就变 他的特色再次显落无疑 那我要请教的是委员 我觉得最近有一点点风向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绿营在帮朱立仑讲话的人 其实不少 那对照在烧澡的时候呢 甚至很多的绿煤在捧寒 现在在饱朱 总觉得是不是有点 不怀好意的味道 赵鬼带有担 对国民党来讲 民进党就是鬼 鬼说的话 你就不要相信 不管他讲的在田野蜜语 你相信了你就会失算 那你说中嘉宾攻击赵少康 然后这个 这个王定宇呢 好像就攻击朱立仑 那搞不好接下来 还有人攻击谁 重点不在于 有没有人攻击 你有行情的政治人物 才会有人攻击 你没有行情的政治人物 谁攻击你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 那你现在 不要管人民党怎么说 现在管的就是说 接下来 仔细审视一下 你的进度表 一定还有很多决策要做 很多事情要做 这些东西 你要先拿定主意 不能每一次都说 我跟民众站在一起 我跟人民站在一起 这个话 无法变成一个 有领导力的一个言语 所以虽然 这个有人建议说 什么决策小组 大家建议说 好农兵 任何建议都好 人都有时候 也会做错决策 所以你如何 不要再做决策 因为帮助你 做决策的小组也好 不可能分担你的责任 错了还是你党主席要担 错了还是你党主席会赔物 这种政治上的负债 让你的政治路越走越难走 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 不要怕人家说 你是反美 你是反主 奇怪 政治人物怎么那么容易贴标签 那你这么容易被贴标签 那你就挂了 那你还是政治领导人吗 怎么一点任性都没有 我就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韩国最近要选总统 他们叫大同龄 本来有个民调落后的 叫李再宁 是执政党的候选人 人家怎么攻击他 他怎么亲中反美 他大剌剌的讲说 我干嘛亲中 我干嘛反美 我是为了韩国的国家利益 跟韩国人民的利益 在做决定 如果亲美会造成 韩国人民的利益受损 我当然要反美 如果是中国对韩国 有不利的行情 我当然要反中 一案一案的来算账 从头领道里走到今天 民调反而赢过什么 那在一党候选人 所以说你这么秀民陪 这个害怕说 脸上有污点 那你就不要进入厨房炒菜 那你不进入厨房炒菜 你就当不了 这个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现在的执政党 跟以前的执政党不一样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敢去 对民进党 去撒币或者贴币 他不敢 都是几个撒笨登的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做这个事情 马英九是保持 感官亲亲等等 是不一样 现在民进党 从蔡英文以下 全力的怎么样 破份撒币 不是撒人民币而已 不是生心态币而已 是撒很多币案 让你每一个人都洗不干净 所以让你无法 在这个伟汉兄所讲的什么 人设上取得任何成绩 你还要走防守策略 不断地为自己辩护 这个就是民进党起手势 2022年的起手势 那党中央人看不清楚吗 那各县市佐藏人看不清楚吗 要互相奥援 如今要有事 那这个隔壁的县市 要帮忙讲讲话 这个林志庙有事 那隔壁的县市 也要帮忙讲讲话 不要跟我无关 这个火烧到隔壁 引到的事情 你以为民进党这一把火 是什么 是个别点火而已 错了 民进党这一把火 一定是遍地封火 你也不要以为说 今天好像还没有 没有烧到彰化线 彰化线就没事 你也不要以为说 这个好像没有烧到新北市 新北市就没事 下一个下下个 下下下个就是人到了 不是没有你的份 是时间未到 好那现在时间到 两位来宾也来了 加入我们的讨论 首先邀请到 时事评论员谢涵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董志生 大家好 好那董哥 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谈到朱立伦 怎么在核实上 又出了这么一招 来这招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如果像 刚刚有来宾评论 就是反正核实 如果民进党政府 他要用行政命令通过 说实在你国民党什么的 也都挡不住 但是没关系 但问题是 他是不是又没跟人家沟通 是不是又是一人决策 或是小圈圈决策 加上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说 其实朱立伦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做的真的是很难做 忧苦难言 那常常热脸贴冷屁股 也就是他其实在 当选党主席的第一时间 他也有像这个侯友宜 卢秀燕喊话这些 想说大家势必起来商讨讨论 但都被已读不回 董哥 我觉得朱立伦被三个 三年拜给打懵了 打懵了 对他过去显示的那种精算师 或者他是 当个桃園县长 行政院副院长 新北市长 这些重要资历 其实他应该是冷静下来 怎么可以用喊话了 对 你应该亲自去拜访侯友宜 拜访卢秀燕 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干 你不像我们这么忙 对不对 你就去拜访他说 我去拜访你 我跟你谈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比打电话气还哪个 何况你连电话都没打 只是用喊话 透过媒体喊话 那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觉得你想找的那些人 包括赵少康谁 你通通去找他 他不敢忌解你 你们都说我应该来请教 来纪容大家 做统估来团结 那你们怎么都抖着我 那别人一定不敢忌解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第一个该做这事情 那现在民进党 还会有哪些招数呢 大家知道福岛要进来了 这些问题你一股脑 都要去问这些人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现在各县市都被抄家 对 他们靠的是司法 那民进党非常清楚 台湾的检察官想升官最快 就是去抄国民党 抄马航九 抄蔡政员 抄这些人以后升官最快 林治庙的检察官叫梁光中 就是起诉马航九 泄命案的 马航九判如罪 可是他们起诉以后 好几个人 几乎都升主任检察官 升到二审 结果马航九判如罪 你们要不要把官退回来 不要 我告诉你 检察官升官最快 就是修理国民党的人事 或者马航九 台湾的司法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波这一波 每个人都知道 那司法还没到的时候 监察院就会先到 去抄张家 对不对 那我弄到一些东西 对谁不利的话 我就拿出来敲锣打鼓 你看就有 然后媒体就铺天盖地 就跟柯文哲在打五大弊案一样 那时候每天把资料给周一扩 周一扩就知道 你看谁谁谁怎么样 现在七年过去的 请问有什么弊案 我告诉你 你今天碰到一堆 这种民进党的打法 他们就是配合媒体跟司法 他们永远打胜仗 那时候老百姓被 哇你看 他拿出来这资料 对不对 哇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我今天看到情况 其实民进党就在 鲁法炮制很多招数 这些招数一直有用 国民党只能被打 就你不敢出来反弹 不敢出来开记者会 哪个检察官把他名字列出来 我开记者会 我到美国去控诉 民进党其他不怕 他怕你到美国去控诉他 他现在怕彭文正怕的要死 彭文正带一堆人说 我们要在独派的人 我们在美国 朱立伦不是也要去美国了吗 朱立伦不是也要去美国了 是 朱立伦现在就是 去美国跟谨慎 不敢美国跟日本是联盟 印度 澳洲 那他们联盟 你现在反日本 你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他不敢反 那他要去呢 那如果你今天每天 都在怕这个 怕那个 我觉得就像刚刚 蔡政院委员所讲的 今天日本对我不好 我就反他 他对我好我就挺他 对不对 美国一样 中国一样 你如果连这些都不敢出来讲 而且态度要很坚洁 讲给国人听 今天你争取的不是说国民党深蓝的票 你今天是要台湾老百姓的票 当然你也很清楚 胡思你再怎么反对还是会够 但是你要把你的主张拿出来 七百七十九万票 那时候曾经反对过 日本的核实 那要不要给个交代 你请这些老百姓 大家猛心自问 真的两年过去的 三年过去的 民进党就可以做吗 那以后不要办公投了 何事 现在如果过民进党都 那我三年以后 我再来搞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要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 那朱立伦 他人生的最后一波 不要搞到年底 没波就被人家搞下来了 对不对 你好不容易险上 你的包护就讲我要2024 大家也很清楚 那请你好好静下心来 好好打赢年底的2022 九合一选举 如果连这个 你都在那边 左肢右臭 被人家讲几句 然后你的诚意又没有到 自己 党内的这些县市首长 赵少康这些人的话 那你要怎么打这个选战呢 对不对 这样抖散也不是问题 跑去哪里也不是问题 就是很明确的态度 这个态度一出来的话 我们大家共同的主张 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你的东西就出来了嘛 那我觉得说他现在被打懵了 国民党过去常被打懵 打很久 那你因为一个补选 一个公投 然后你就整个 放了你的主张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智的 可是你说他打懵了 就没在算吗 兵哥我觉得他还是在算 因为你知道他去美国 他要访问美国 然后日本 对所以核实 所以你这个是不是就通了 他对核实的态度呢 突然之间大转弯 虽然后来又转了回来 那大家很多人关注的说 在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就是自己做了决定 没有跟任何人讨论 不过之前不是还在喊说 要扩大决策圈吗 那他也向王金平请义啊 那王金平就丢出了一个建议说 要不然就是思考组成决策小组 民党内很多的对策小组 都是小兵力大功 有很多想法也不是比较高位阶的人 想出来的 那言下之意说 也不见得要找侯友宜 卢秀燕呢 我真是觉得 朱立伦主席 他一直被人家称作是精算师 我觉得他到现在都还是有在算 还在算嘛 但是算有很多种算法 算对算错差很多 乱算一通更糟糕不是吗 其实政治文物有的时候 要给人家是一种感动 是一种热情 你算尽太多东西 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讨厌 像这一次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无厘头到一个 离谱到一个地步 这种事情 如果党要做出这么大的 重要决策改变 不是不能改变 每一个党都会根据时代 根据怎么样不断的改变 这都是可能的 可是你好歹 也是不是要跟党内重要的从政同志 大家商量之后 一起出来讲这件事情 我们获得一个共识 大家一起出来讲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要去美国 要去日本了 所以你就啪突然之间丢出来 而且很奇怪的是 没有人具名 就从文传会发出这一个东西 然后后来文传会否认 说这个不是我们丢的 不是你丢谁丢的 这怪了 见鬼了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如果都不是你们干的话 那你们第一时间就应该否认 否认啊 那为什么没人否认 朱立伦也是要等到第二天晚上 看情况不对了才开始 重新再转回来 那事实上就是你们干的嘛 这没什么好讲 在拜也没有人会相信了嘛 那我也觉得 追求人的脑袋很奇怪就是 是怎样 今天美国日本人支持你 你就可以当台湾总统了 是这样吗 人家对你四处善意 你总统就有希望了吗 好像也不是嘛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在算什么 不知道在算什么鬼东西 然后你说要扩大决策圈 扩大决策不是不好 可是扩大什么样的决策圈 那你扩大这个决策圈之后 不要说他们提出来决策有没有用 你会不会采纳 那党内又会不会获得一个共识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说 决策圈不决策圈的问题 而是你整个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在党内先取得共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说何伟宜 卢秀燕不会参加 现在党内最有几个群 几个有群众号召力的人 我就觉得奇怪 你那天讲说你要跟卢秀燕 何伟宜 然后跟韩国瑜 然后跟那个谁 去请议 那你为什么露了一个张亚中呢 你为什么露了江启臣呢 江启臣是前任主席 张亚中是跟你竞选的时候 第二高票的人 那他们的意见都不重要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根本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有问题的 你到最后请议还是去跟王金平请议 去跟马英九请议 你忘记了 马英九王金平就是上一代 还国民党在2016大输的那一票人吗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脑袋在想什么 而且最基本最基本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决议之前 你是不是先应该去问一下 党内的这些同志 包括何伟宜 卢秀燕 包括其他林芝妙 你们党内有这么多的同志 你们有14个县市首长 你们是不是跟你们的立法委员 县市首长 先大家基本取得共识 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吗 做不到的话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党主席 不要告诉我说党主席有多困难啊 什么联系不好啊 谁不理你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当初就不要选啊 不是吗 谁不知道国民党党主席很难做 当然都知道 但当初是你自己眼巴巴要选啊 那你要怪谁 没什么好怪的怪你自己啊 既然敢做这个主席 就要有这个屁股 没有这个屁股 赶快退位让衔 不就这样吗 上来了就是用力下去做 老实讲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还跟几个国民党的人碰面 我是认为有一个提议是不错 也就是朱立伦现在 从到上任到现在三个多月 不管公投也好 这一次补选也好 很多作为 其实让很多人开始 产生非常强烈的词仪 那你要怎么样重新凝聚党的信心 我个人是认为 你不妨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自己党中央 陈珠发出来的假消息 就是说你朱立伦要去选高雄市长 不一定是要高雄市啊 台南也可以啦 就是你找一个监控的选军 我就是要准备下去选了 大家也都知道你不一定选得上 甚至不要说不一定选得上 根本不可能选得上 但是只要你用力冲下去了 拿到一个还不难看的票数 表示你真的愿意为这个党打拼 真的愿意奋斗 真的有独立的行动力 能够号召一些年轻人愿意回来 你要慢慢慢慢这样子 你才有资格重新再领导这个党 如果还是像现在这种方式 获悉你的样子 然后动一下这样 丢一个风向球出来 动看看戏看一看 我也会说说 那抱歉 我觉得这个党大概快要散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注意伦主席 我真的希望你好好想清楚 感谢观看